第610集 买家 你说我怎么知道的 要是文胜利那个老东西不告诉我 我会知道啊 金刚头说道 墨小玉现在明白了 这一下文胜利算是把他们俩都给装进去了 利用墨小玉把金刚头说的东西拿到手 利用金刚头劝说墨小玉把这些东西想办法出手 金刚头见墨小玉不吱声 又给墨小玉倒了一杯 问道 你怎么想的 那些东西都还行吧 我还正想问你呢 你真的不知道倒的谁的墨啊 那里面怎么会有宋词呢 除非是一种情况 那个墨葬应该是和宋差不多的时代 辽或者是金 有这么好的东西在里面 那不是皇族也是贵族啊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找到了 墨小玉问道 嘿嘿 有兴趣了是吧 不行咱俩走一趟嘛 我再倒腾点东西出来 你也能解开心里的谜团吗 如何 金刚头问道 墨小玉看了一眼金刚头说道 这是文胜利让你说的吗 金刚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算是默认了 墨小玉忽然问道 老剑 我怎么觉得 是你们俩在给我设套呢 是这意思吧 你被抓 倒被放出来 都是你们俩给我设的套吧 怎么可能呢 那都是真的 你走了不一会儿 我就被堵在家了 来的人还是警察 让我在家里等着 我以为他会像你说的那样 把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埋了呢 哪知道你回来之前 他就给我来了一电话 说了分城的事 但是前提是 你要参与进来卖掉那些东西啊 金刚头说道 墨小玉无语了 看来每一部文胜利都算到了 而且现在又让金刚头 来说服自己加入进来 但是金刚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文胜利让他加进来 肯定不是单单卖掉 金刚头的这点东西 文胜利家里的那些东西 也是将要出手的货物 一旦墨小玉掺和进来 这事就没完了 说不定这背后 还有一个更大的历练 至于文胜利 是不是最大的幕后人 这还不一定呢 金刚头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但是自己不能不知深浅啊 所以这事不能做 墨小玉算是打定了主意了 可是呢 问题果然是那么简单 墨小玉这边刚刚打定了主意 金刚头接着说道 如果你不答应 如果你不答应 你怕是回不了唐州了呀 怎么了 这话怎么说 不参加还不行了 墨小玉问他 怕是这样 文胜利在电话里说 如果你答应了 那些东西咱们都有份 如果你不答应 他可以把那些东西都交上去 按照那些东西的价值来定我的罪 我这辈子怕是出不来了 但是之前交代的那些关于你的事 他们也会继续调查 这事你就算是沾上了 金刚头说这话是 都不好意思的去看墨小玉 墨小玉心里那个恨啊 当时年轻气盛不知深浅 现在好了 本人拿住了把柄 想要解开这个套 怕是难了 他真这么说啊 墨小玉不相信 来的时候文胜利还是很客气的 还让自己好好考虑呢 金刚头此时从桌子上拿起手机 也不知道在找啥 过了一会儿 一段电话录音被调了出来 赫然是金刚头和文胜利的通话录音 我靠你敢录音 你要让文胜利知道了 分分钟灭了你啊 墨小玉说道 没办法了 这家伙太毒了 我也得为自己留他活路吧 万一这家伙真是要灭我的狗 我也得留下点东西为自己伸冤呢 金刚头说道 墨小玉默然无语 人与人之间既然没了信任 那为什么还要合作呢 对于金刚头二言 这无异于刀尖舔血 鱼虎谋皮啊 电话很短 但是基本意思都很明白了 就是刚刚金刚头说的那个意思 如果墨小玉不答应这事 金刚头就得进去 那些东西就都是证据了 老弟啊 你知道我不是骗你的吧 因为我也很无奈啊 但是你要做什么决定 我都没意见 因为这事本来就是我把你给拉下水的 我还能有什么奢求呢 金刚头异常沮丧的说道 两瓶二锅头下肚 他们天南海北聊了一大通 但是就没有说到墨小玉 到底是不是答应这事的问题 可是呢 即便是喝醉了 也有醒来的时候吧 第二天一大早 墨小玉就醒了 坐在客厅里抽烟 而此时呢 金刚头走了出来 收拾的利利缩缩 连包都拿好了 这是打算去哪啊 墨小玉问道 他们应该快来了 我等着呢 上次进去没准备东西 吃了不少苦头啊 这次准备的充分了 有经验了吗 金刚头笑笑说道 墨小玉心里一动 知道他说的是啥意思了 看来啊 自己是真的没法脱身了 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这是墨小玉为人处事 基本观点 能屈能伸才是本事 能大能小才是男人 墨小玉站起身 伸出手 和金刚头紧紧的 握在一起说道 去吧 给文胜利打电话 就说 我答应了 金刚头眼神一亮 就在墨小玉 向他伸手握手的时候 他还以为墨小玉 这是在向他告别呢 心想 完了 这小子是见死不救了 但是没想到 墨小玉居然答应了 于是拿出手机 去里屋打电话了 但是墨小玉却跟进来 让他继续对通话进行录音 等到金刚头打完了电话出来 墨小玉让金刚头再放一遍录音 说道 你有电脑吗 你把这些电话录音 马上搞到电脑里去 上传到邮箱里 千万不能在手机里放着 否则一旦让文胜利知道 他就会立刻灭了你 你信不信 对于这一点 金刚头还是狠听墨小玉的话 立刻就把电话和电脑连上 现申请了个邮箱将文件传到了网上 而这一切都是在墨小玉的指挥下完成的 既然达成了协议 文胜利也就彻底撕下了伪装的面纱 和墨小玉再次见了面 果然 文胜利的要求很简单 不单单是卖金刚头带来的东西 而是让墨小玉联系买家 自己手里那么多东西都可以卖 能卖什么就卖什么 墨小玉第一个想起了英康宁 目前自己认识的人里面 也就只有他最有实力了